是我的诅咒产生问题了吗 观战方碰到了珍宝格 而且还被大克了 那你平阵就行了 越强越好 但你不能这么强 而且还克 克观战 一把铜阵容 封大克银 一个好消息 铜阵只有10%的速度位 银阵有15%的速度位 所以观战方这边的话 能将那个武装罐 变高级敏捷卡片的情况下 应该是 可以 碾压 铜卡片的武装罐的速度 这5%可能就会成为 观战方救命的5%的速度 这个石头影 为什么每次速度都能这么快呢 上次有兄弟跟我讲 鱼岛的石头 应该有一双17段的鞋子 不知道可信不可信 就你们跟我讲的 有一颗17段的鞋子 所以你看这场比赛 对面的物理其实多了5%的速度位的 同样的 同样的石头影 5%的速度位多起来 仍然没有观战方石头影快 不知道这石头影 是因为什么 即使是17段宝石 它也就多了8点速度罢了 多了一颗黑宝石的速度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次 这个石头影是比大同官府还要快的 所以只能说它有一些别样的属性 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吧 这场比赛可能就会比较高端好看了 因为观战方被剋了 虽然它有风系 一速跟二速 或者是一速跟三速 因为被剋阵 导致石头影的伤害受到了影响 碰到宝格 观战方应该是会中规中矩的 用风系对风 然后让石头影提状态 而对战方虽然占了大克的优势 但是因为风系速度丢失 即使对面飞 只要观战方不要对飞 那么对面很难飞进来 观战方保留好高速位置的大特技 对面断不了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会稍微长一点 但为何观战方神不灵手势 石头影继续趴下 这神不灵的速度观战方也拿到了 这什么宝宝啊 当那只宝宝打恶爆了 还是平坦的呀 主要是他出手的时候 我看到人死没看到恶爆 13800 石头影被秒杀了 应该是对面1号被宝宝打出来的 如果两边的开场宝宝 伤害都非常的高 其实观战方可以不急的 就先去堆清宝宝就行了 如果是香恶他打得也太疼了 13800 玩战方点这1号费 势必要复仇 透过他掉的血线 我们能判断出来 对面这个童子的血条 应该不低于8000 超过8000的血线 速度又这么慢 伤害还这么高 得清 就是这只啊 得把它干掉 香恶宝宝去清 对面的宝宝神又了 刚刚立了奇功的宝宝 硬然站着 如果观战方这个仇恨比较大 兄弟们 应该会继续 继续去清对面的1号 只是观战方去清的时候 最好不要飞机 飞机有两个坏处 如果对面能倒地的话 会稍微好一些 观战方有风气速度 你飞机飞完之后 对面黄条上去了 你封完对面走进去 怎么办 这黄条是你送他的 而且会导致观战方 1速跟3速去笑里藏刀 或者封印 产生一个两难的选择 他完全可以不送黄条 让风气去封 对面不起塔 连笑里都不用给 把观战方单清了 把这只项恶给清掉 现在退回来 走单清 叠漫天 也来得紧 比赛第五回合 欢迎珈乐 我这话说了七年了吧 快八年了 我直播快到八年生涯了 15年到现在 七年 四年多了 马上就到第八个年头了 问题是还没有看到过回头前 不知道是你们的运气不行的 还是我的运气不好 武家方还是选择了飞机 给我的感觉就有点挂机飞机的意思了 你是打挂机的吗 晚上 兄弟们 羽岛的这套阵容看完以后 我心里有一丝想法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就是看完以后 我会按门派搜索 龙宫这个门派 来进行盲切 能不能看到特别精彩的队伍 看我们自己的运气 在没有点拨的情况下 完了 我又特别想看龙宫和其他门派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这样进行操作 就直接搜索龙宫 直接切进去 这样子指不定就能找到 像之前我们找到 夫子庙那个龙宫一样找到他 那天那个夫子庙的龙宫 就是被我们这样盲切找到的 非常的好看 比赛机会后 关键方跟那边对飞扛不住了 封锡位置倒地了一个 武装官是不太久的 兄弟们啊 我认为的画面 仍然没有出现 他这样打的话 就会导致我昨天解说 前天解说 那个皇宫生死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昨天解说皇宫生死的时候 前天的时候特意强调了 我说封锡有速度那一方是很好打的 连续两场 关键方有封锡一速的情况下 都要被对面速推 如果宝格他用这套这种 打尽会的时候这么高的胜率碰到你 他就无可能在下一连武神团 也用这套阵容 跟你一模一样的阵容来打你 到时候你再犯这个错误 就不是见过天下那么简单了 老估两方驮子 这个时候是要飞的 没办法 因为已经被打成了 看能不能让对面回防一下下 这个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不想让对面叫地听 什么你都可以弄 你叫虚名真言 我也能忍 但是你不能十字回头一到 就叫地听 冲刺我 让我把这一波先缓过来 但你觉得可能吗 你最怕什么 对面肯定会去做什么 可怜的罗汉 位置只有两个人物享受 三个人物趴在地上 享受不到这把罗汉金钟 这九回合 十回合马上就到了 远九就要到了 这可咋久 这可咋久 拉了金刚护体和金刚护法 拉了金刚护法吧 我们还是刚刚那句话 关架方只会非常的期望 在这种环境下 想要以面伤的形式 把对面打头 让对面松口 让对面不要叫地厅 但对面根本就不管你 结水关架方这一圈飞机 已经给对面倒成人物的血量 安全线的压制 但宝哥的指挥压根就不管你 你反正没地府你飞吧 对面地厅照样叫 所以多次的实战告诉我们 在面伤对面伤的时候 你不能够使用像点杀流那种 搏命打法 点杀流是可以的 用单断重巨剑残血位置来造物体 造单体位置小死亡倒地 但是面伤不行 你把人家开头 人家不管你 地厅照样登场 照样把你清掉 大死亡中了 但人家不管 这个大死亡是刚刚中的 第一次充值是为我充的 谢谢 谢谢谢谢 然后送了几颗糖葫芦是吧 感谢感谢 好像后台会有这个数据 就是 就是好像在你直播间的人 他的消费情况 我去看了一下 我直播间有40%的人 是从来没有消费过的 有45%的人 近一个月没有消费过 然后还有15%左右的人 是在近一个月有消费的 他这个后台会有一个记录 也难得 你们能在我直播间产生消费 在我不弄那些资源的情况下 你们几乎不用消费 好